本章的练习,我们使用数组来存储同学的姓名和考试分数 那么如果我们让用户来输入这些姓名和考试分数 就会更贴近实际的使用情况 好,下面呢,我就来动手演示一下 我们声明了两个数组,分别是姓名和分数 请大家注意,它们的长度都声明为5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存储五个同学的姓名和分数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收用户的输入 i呢,从0循环到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的索引 所以我们可以用i呢,来代替每一个元素的索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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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呢是已经接收了同学的姓名 接下来呢接收这名同学的分数 换成分数的数组 请大家注意它的数据类型 分数的数组呢是int类型 而我们的console.readline方法呢 接收的是一个字符串 这边呢需要做一个类型转换 好了姓名和分数呢都已经完成了接收 为了检查一下我们接收的结果呢 接下来呢我再写一个循环 求出所有同学的总分 然后呢再计算出平均分 并且打印出来 先声明两个变量 sum代表总分 这个变量呢我们先复制为0 我们写循环 访问了数组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接下来将每一个同学的分数呢 都累加到变量sum中 这个循环结束以后 sum里边存储了总分 接下来我们求平均分 score.length呢是成绩的总数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求出了总分 平均分 下半本再打印出来 好代码写完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下面我输入五名同学的姓名和分数 好 我们看到总分和平均分都已经 计算出来了 这样呢我们就使用输入的方式 优化了我们本章的练习内容